好 人民力量的節目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真是陣容鼎盛 今天的題目呢 就是你看到他們有四個年輕人在我右邊 當初大家都會以為是講一些青年人關注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都是青年人關注的 但是就很獨特 今天我們講的問題就是全民退休保障 在我右邊這三位呢 就是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成員 最右邊那位呢就是反強積金陣線的朋友 做個介紹啊 在我右邊第一位呢就是朱啟正 接著旁邊那位呢就是魏志達 接著就是劉卓奇 就是這個聯席的秘書 最邊那位呢就是陳子廷 就是這個反強積金這個聯席 那講開這個強積金呢 剛才我所講的 剛剛開始的時候講的 咦很有趣哦 四個都是年輕人 那為什麼年輕人會這麼關注這個強積金 或者反對這個強積金的問題呢 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年輕人現在呢 都養不住自己的老爸老婆 以為老爸講的 就是大家出來打笨工 一萬幾千元 給你三三五千元 家人養兩口子 那他們其實呢 你三五千元就好話 不要聽連中緩的水平都去不了 所以呢 其實如果盡早設立著民養老金的話呢 我們的家人呢 的老人家呢 起碼都會有一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對於一些基層的家庭 或者年輕人來說呢 那個負擔呢 起碼都會輕一點點 還有家人的生活會好一點 你已經講到很多理論性邏輯性的東西了 但是作為一個年輕人 有什麼東西 就是突然間引起你們這一幫人 這麼有興趣關注強積金 或者這個傳聞 退休保障計劃 又已參與這個聯席 有什麼動力 什麼議題引致到這個的帶動呢 我講一下我吧 我想我都幾典型一下 我爸爸媽媽 現在沒有工作 爸爸生意失敗 現在就有行動不便 沒有收入的 爸爸剛剛才65歲 但是之前呢 其實他也有少少錢 擠在強積金那裏 但是見到他生意失敗之後 找不到工作 一個人五十多六十歲 找不到工作 想拿回強積金 但是想拿回強積金就無門 不能拿到64歲那年 然後才說要提早退休 才能拿回來 就是開飯 如果他因為病做不到工作 可以申請拿 他是今年65歲才能 OK 媽媽就一路身體都不好 做事都很有限度 其實變成家庭開支的重担 但是一般家庭開支 有時候年輕人就剝下頭 就拼命去賺錢 為什麼不像一般香港年輕人 家裡有時候就拼命去賺錢 有些捱兩份工作捱到瓜 早前有些司機 是吧 就是一疲勞過度 駕駛車走了 那什麼令到你 作為一個年輕人 見到長者 或者你父母 有這樣的問題 而去將問題 擺了在這個政策那裏 擺了在政府的規定那裏 而不是自己 去拼命賺錢幫家人呢 因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發覺 強積金的錢是自己的 但是自己 用到的 對 自己用不到 這個是最初的時候的想法 就是我見到我爸爸出事的時候 然後就慢慢去想 到自己出來工作了 真的 出來工作不是說很久 一出來工作打工要供強積金 出來工作第一份工作 很淺少而已 就是要上班下班 但是可能在賺七八千元 但是已經欠落十幾萬的學費 然後還要扣我 每個月幾百元 扣完還要幫我虧 一直一直在想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聽政府的說法 我小時候 二千年是 在說剛剛初中 聽政府的廣告 半斤八兩 老闆工一些 僱員工一些 然後幫助一些人去 就是退休 我很記得的 在唱歌的那個廣告 又記得匯豐當年有個廣告 就是整班人站在那裡 就說 這個我們的香港 然後去想回 已經不是 不是他所說的 就有興趣追下去 去看一些歷史的資料 細心點想一下 開始慢慢慢慢 會想多些 跟偵測 跟法例有關的東西 這樣才促成到 就是我 有這個廢除強積金陣線的形成 阿子庭就很清楚 他有親身經驗 和經歷 你們這兩個年輕朋友 為什麼會這麼關注全民退休保障呢 我想這樣說 很幸運 我是一個 我相信 我都算是一個不算太低收入的人 我相信 剛才有提過養父母的問題 我想當然一定會有 但是我相信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是一個社工 我自己都會看到 香港很多老人家 為什麼在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 天天要看到老人家撿紙皮呢 我想天天都會看到 你去到樓下會看到 甚至乎你會看到很多老人家 現在開始 你會看到免費報紙 大家去爭 站在地鐵站門搶 你會看到老人家在那裡打架 吵架 為什麼我們香港可以涼搏到這樣的地步呢 每天你見到這些場面 我想作為一個香港人 都應該會有些觸動 但是你聽到整天立法會 你看到 張建宗也好 張宇人權也好 唐英年也好 經常懷疑香港這些貧窮問題 這些沒有錢的老人家 不是問題來的 他們可以拿這個鍾援 政府是會照顧這些最低收入 或者沒有收入的人士 政府經常說這些 你不相信政府 那又不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覺得制度那麼好的話 為什麼人們都寧願這樣做 而不去拿綜援 當中一定有原因在 如果拿綜援 大家覺得是社會的權利 那沒問題 我想很多老有幾 他們會有困難 他們一定會去拿 甚至乎覺得很應份去拿 因為這是他們做了這麼多年貢獻之後的回報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框 令到他們最後決定不拿呢 那肯定制度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可能他覺得去拿 會對他的甚麼有影響 可能他覺得尊嚴有影響 或者甚至乎他本身可能他有一些資產在 令到他沒有辦法拿 例如他可能有樓 但那一層樓可能已經是救到不得了 難道你叫他賣了 他洗到只有三萬五 剛剛好 去拿綜援嗎 那也不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所以我想那個制度的形成 是令到很多人對縱援很有抗拒 我有一個例子 在工作上有一個例子 但這個未必是老有幾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個婦女的朋友 他告訴我他家裡是拿著縱援的 但是他有很多情況之下 他不想去申請那些特別的錢 例如小朋友他要有課外活動 他可以申請不用錢的 但他也寧願不拿 因為覺得消販學校拿這筆錢 會令到他有很多的嘴臉 會看著他 說老師在課室舉手 誰要申請 誰要拿縱援的舉手 就是有很多的障礙 令到他 這個制度是令到很多人很有抗拒 就是你純粹從對社群的觀察 或者對客觀環境的不滿 覺得就要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那你智大是怎樣的 智大在那邊 智大在那邊 不好意思你是啟政 名字搞錯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年輕朋友 今天全部都是第一次見面 行 我想我還是看回大圍香港的環境 就是現實 其實積強積金現在2000年 搞到現在都11年了 我們看到就算是 積強積金局 我扔去立法會的數據 其實他承認了是不夠的 基本上 尤其是現在已經要退休的人了 他經常都說 你要三四十年就成熟就搞定了 但是現在要退休的人去怎樣呢 你都沒有處理過 還有有很多的人 我們看到其實在香港是沒有NPF戶口的 包括很多的 例如婦女或者有些 即是低收入人士 橙子人士 那些他們是沒有要戶口的 那你怎樣處理呢 政府好像是視而不見 經常都 你看回這個強積金計劃 如果有些政黨 有些政黨可能在九十年代 就很自豪就說 我成功爭取回來的 其實關於退休保障這個安排 其實香港都談了很多年 其實由七八十年代都開始討論 由當時所謂的需要的補貼計劃 到中緩那裏都整十幾年 到九十年代 我想港英臨走撤退之前 希望可以定到一個教委各方面接受 最初定是一個三方供款計劃的 最初定 就是僱員 僱主 除了半間八兩僱主和工人之外 那時有一個三方供款計劃 政府都應該參與的 而當時談論 除了說究竟是兩個僱員 僱主之外 還是三方供款包括政府之外 當時還有一個很強 或者是很爭論的範疇 就是究竟哪一個負責官 不少人建議 應該成為一個法定機構去管 是吧 就好過給這些基金公司管 是吧 我們找找一些資料 哇 這些基金公司管 你現在強積金 就是數以百萬的僱員 它是0.4多 好像最低的那個 對 多那些是1.4多 那他們 就是那個行政費管理費 很多時都佔了那個的強積金 就是一個很顯著的部份 而他強積金 真是幫他賺到錢的呢 其實你看看過去這麼多年 就算賺到的都不是很多 但是有些真是虧的 大哥 有些回報是負的 是吧 就是我看回那些資料 譬如有幾個大的強積金 有些負成4%的 是吧 就是譬如過去三年那個的回報率 那個比較 強的那些是負4.57 哇 就是你100元不見了4元 大哥 4.89都有 那有些賺的呢 就是那個的比例都不是太高了 那所以我想很多的打工仔 面對這個強積金現時的問題 那當時政府就說會監管 又說會成了 但是過去那10年 很強烈的批評 第一就是那個行政費高了 哇大哥 你根本就官商勾結 是吧 你弄了個強積金 說幫那些打工仔 打算退休之後 就會一口捉食的 那怎知道 哇一大缺錢呢 就給這些基金公司 全部是那些大 這個財團這些所謂的 就是銀行這些附屬機構 就扭了一筆 那再第二就是投資失利 你知道特別就是 這個2000年有一段期間 那些股市跌到趴街 那變了一跌 那些基金投資 就回報負百分比 那變了那些人就不見了一缺錢 那還有最荒謬就是 就算你選一些 那些所謂較為一個的 就是說有低風險 中風險 高風險 就讓你選擇 是 就是我聽有些人說 就是你沒有什麼可能 找到一個百分之一百保障 就是保本的 因為行政費 行政費賺了你一割 那裡已經扣了一割 扣了你一割 一定要投資的 那你們研究了那麼多 剛才各別有不同的經驗 針對現時這個強制監 這個東西 當時特別90年代通過的時候 有部分的人都心中很多問題 你們講的那些問題 很多當時都有提到 但是當時有個說法就是 嘩 就是有好過沒有 就是有少少像民主黨支持的 偽政改方案那樣的 有少少像的 是吧 就是你說 咦這個上一次沒有了 這次你不支持 就可能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當時 當時民主黨都有份支持 這個強積金 就是這個建議的 那就是 你看看這個這樣的方案 如果要從這個方案 轉了一個新的模式 你們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有一個建議 那你們覺得 這個現時這個方案 令你們最不滿意的是哪方面呢 強積金呢 最大的問題呢 它是一個 不是靠一個投資 去解決養老的問題 但是大家都清楚了 其實香港現在的投資的情況 資本主義這樣的社會 每十年八載 就來一次 金融開笑 金融風暴 就是根本上 你是沒有可能有足夠的 錢去累積下去 令到它可以安享 這個萬年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 結構性問題 就是強積金 是過往十幾年都看到的 我們有很多的例子 低收入的人士 其實他可能拿到幾萬元強積金 然後還要 如果一刻不小心失業的話 就對沖給僱主拿去 因為強積金可以跟全部金 和顯殺米對沖 實際上 他並沒有解決到 這個退休保障問題 他只不過是一個 好說不好聽 就是官商勾結 即是基金老的 我們要聯織的立場很簡單 與其浪費這麼多錢 就是強積金 現在存在的錢 三千多億 這麼龐大的資本 是 可謂益基金老 我們 為何不將這些筆錢 來養父母呢 即時 將強積金 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取消 然後重新安排一個 全民退休保障的方案 我們其實主張 都是有三方公盤 包括僱主僱員 以及政府都要公款 特別是政府那方面的公款 我們的主張就是 他不應該少於現在 他已經付出的部份 即將他 我記得當時討論 你們有些說法 即政府既然每一年 擺在這個租門那裏 以及租門差不多八成的人 都是因為退休而需要 根本政府就將這一筆錢 就是放在這裏 按通脹和過去的財政預算的提升 然後再加上其他 僱員僱主 就構成一個 三方公款計劃 其實你們建議的 所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那個財政來源 和在90年代 談的三方公款計劃 某個程度上是類似的 類似的 現在更加加了一個總議基金 還有我們最新的建議 特別是一些賺到錢的財團 我們都會要求他加 抽去的稅 這個是雜無旁貸 在早幾年減1% 現在你加1% 即是九六日無 對那些人來說 香港的稅項太低了 所以你加一些% 用來作補盡老人的話 即是跟我們的思維 即是要較為平均 和較為合理 分配這個 和再分配 社會主義 再分配 不知道有些類似 但是你們計的數 因為其中最難處理 那個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是公積金也好 一個最難計算 就是老人人口的增加 和年輕人人口的減少 那你變成呢 就越來越下去呢 譬如多這個十年 或者是十五年呢 那個老人那個人數佔的百分比 譬如現在老人 一般來講佔成的人口 百分之十至十五左右 是吧 朝著這個百分比 但發展到某個階段 是 退休的人數到百分之二十 甚至是以上的了 是 而年輕人賺錢的人口的比例呢 相對地 老人家這個增長 年輕人的相對地減低 變成年輕人要支付那個費用呢 就會很龐大了 這個壓力 其實正正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我們過多十年八年呢 我們這些就退休了 我們就拿到你要搞那個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你們要供那個販分比呢 真是可能要供更多老人家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所以呢 其實呢 為什麼要三方供款 或者要捉財團落水 正正是一個原因 如果你很純粹的勞資供款 那不行的 我們年輕人就真的 好像大家說的 就是 到人口老化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要 年輕人會背得很重 那麼 我們的計劃呢 跟一個雙方供款的最大分別呢 其實呢 雇主 雇員那部分呢 其實呢 主要的供款 大概都是佔全部供款的四分一 其餘的四分三呢 主要就是來自財團 資方和政府方面 換句話說呢 即是如果我們的計劃 及早推行的 趁著現在呢 還有多少少年輕人 或者 人口未去到最嚴重的時候 他及早儲了錢 有一個資金池 到人口老化的時候 就可以用那個資金池的錢 拿出來 去解決那個人口高峰期 因為我們估計 其實那個人口高峰期 根據政府的推算 大概是2033左右 到時大概有三分一的老人家 即是十個有三個是老人家 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之前儲下的錢 就可以拿出來用 我們其實聯繫找精算師計過的數 如果用剛才我們說的三方供款方法 即是僱主僱員各2.5%的薪金 另外再加政府的供款 和財團的1-2%左右的利得稅 去到2033年 都有差不多2千億的累積儲備 2千億 這個還要是未計過通脹因素 其實如果政府現在及早做 是絕對做到的 不過問題呢 他就一直托 我們其實原本聯繫建議的方案 2004年 其實都沒有說要抓財團 那些下水 也都未使總子基金 未使總子基金 但是呢 這個總子基金已經可以增長到 可能數以這個千億計 對這個長遠的發展有幫助 其實這個計劃 關於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用這個三方供款 就算你們再提出部分這個用稅 財團的稅 用來擺入這個總子基金的發展 這個構思其實都不少討論了 過去幾年這個社會 你們的阻力在哪裏呢 政府為什麽到如今都仍然好像 就是闊老爛你那樣的 因為從那個財政數字上 跟那個的邏輯上 跟那個實際的效果方面呢 我想很多人都很清楚知道 特別政府管治班都很清楚知道 你問一下梁振英啊 唐英年啊 范徐麗太也好 特首那些答問大會都在問他們 我想很多人都清楚知道 現時這個強積金呢 是解決不了或者救不了 這個人口老化面對 這班老人將來退休之後 或者是將來武功做之後 經濟的危機的 處理不了也都不足夠的 那究竟香港政府應該怎麽做呢 就是似乎現任政府呢 就是有一個闊老爛尾這樣的態度 是 那即是你們覺得有什麽方法 可以迫使到這個政府 要面對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要問 即是說強積金那個 就是這個全民退後部 進入到的阻力 其實很大部份的程度 是強積金的 其實 曾仁權之前說過 與其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不如優化強積金 其實說的可能是 大舊也在立法會說過 我也看過那段影片 其實你強積金本身 是一種官商勾結 我自己認為不只利益輸送用簡單 它其實是縱容財務機構的搶劃 即是你一個人 即是在一個不願意的情況底下 被人壓住 拿了錢的錢出來 然後就要給他徵收不同的費用 這個即是壓住搶劃 他就為了要保護這些 即是既得利益者 這些 所以他就要優化 即是他迫到他沒有路走 底下去優化強積金 還有也可能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陰謀論 即是有少少 即是可能在這個 財金界裏面有些呼聲 即是說我都要參與 下去這個強積金的戰團裏面 因為我看到已經有些 即是財金機構在派一些 即是金塊線的一些刊物 最初我以為是 即是金局派的刊物 即是我們看看 對路已經 是 即是他沒有說到那麼白的 即是 是一些私人財金機構的一些報告 這樣 看到其實有機會 說他賺錢 說他 他那些就 即是很 很骨臂的 你聽到 即是令人鼓舞了 我們升了5% 我們剛剛追到通脹 即是有什麼鼓舞呢 即是會見到一些這樣的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可能 即是可能是陰謀論都未頂 我覺得是會有些 可能在市場上 有些呼聲 是覺得要想加入強積金的戰團 而政府 為了滿足這些人的一些要求 所以就搞自由行 而且也有一班學者在說 即是在說 強積金自由行就可以了 你說強積貴管理費的問題 用自由行的方法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有市場的效應 會導致行政費收入費降低 但事實上 其實大家都不願意的情況下 無論你降低也好 這些都是一種搶劫 其實這個是 推行一些其他退休政策 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因為政府經常拿這個 強積金作為一個擋箭牌 說這個就是香港有的退休保障 我們只是需要優化它 而不再需要推倒重來 但是一個搶劫的制度 不是退休保障 所以 必須有推倒重來的必要性 其實強積金只不過是押後了基層人士 去取縱緩的年期 你到65歲便撕掉10萬8萬強積金 才取縱緩 這是一個延後的措施 它不是解決退休保障的措施 而且這個是跟香港那些官商集團 結成一個利益同盟的制度 剛才說得很對 其中一個阻力 就是來自基金界 或者一些商界 而這個是相當大的阻力 另外其實還有不少的阻力 我想最大的問題 始終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都是一個財富再分配的機制 坦白說 對有錢人來說是絕對不利的 例如我們說會抽一些大財團的稅 這些是觸動到香港人的神經 即是在香港有加稅等於萬萬不能的一件事 所以可能這些都是阻力的來源之一 好 剛剛討論到取消強積金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阻力 可能就是大財團 和影響到現時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安排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再研究一下有什麼方法 可以打破現時的困局 和官商勾結的安排 我們休息一會兒